项目编号 SCP-053 项目等级 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 SCP-053必须隔离在一个不小于5米 乘5米且拥有足够活动空间的区域内 玩具 书本 游戏和其他娱乐设施 每三个月将进行充足的提供和更换 合适的请具 浴室和医疗设施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可用 食物 每天提供三次 如果SCP-053有要求 可以提供两次零食 除非配有完全气密装与眼罩 任何与SCP-053的接触均不被允许 无论有任何理由都不得与SCP-053有目视接触 任何SCP-053给予员工的物品可以被带走 但是在此之前必须隔离进行检查 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名人员留在房间内 且必须由安全钢索记住 所有人员必须在进入SCP-053的隔离室的10分钟内离开 开始出现异常举动 吼叫或者试图抓住SCP-053的人员将被带走并隔离 任何试图取下他们的隔离庄的人员同样将被带走和隔离 SCP-053的隔离房间内不允许存在戾气或者火气 描述 SCP-053是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她拥有基础对话能力并且在心智发展上比通常小孩要成熟一点 她的性格通常很乐观而且很少发怒 只有在被很多人环绕的情况下才会变得不安 任何超过三岁的人只要与SCP-053有目视接触、物理接触 或者在SCP-053周围停留超过十分钟将会很快变得不理性、偏执且施杀 在大部分、但不是所有情况下 这些感觉会全部指向SCP-053 而且受影响的对象将会在 杀死或者击倒是眼内所有人员后开始试图杀死SCP-053 那些试图杀死SCP-053的人在对其造成任何物理伤害后 会遭遇严重的心脏病或癫痫发作而马上死去 SCP-053能在片刻之间就愈合各种伤口 无论有多严重 SCP-053看上去完全不知晓这类效应 而且无视所有受影响的受试者 当被问及效应的问题SCP-053无法回答